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大概也說了 就是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從民間推動台灣的再生人員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這些嗎?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有了一個路面 我們都覺得是為台灣去勾勒了一個 很好的目標 可是當然這個中間肯定是有非常多的 石頭跟困境 不是那麼好做 可是我們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從一個民間角度來看 我們覺得當然是先要去肯定它 然後也覺得這個方向是明確的 可是因為時間還很長 到2050年 肯定在現在目前有很多事情 還沒有辦法完備 或者很多事情需要去 大家一起去努力去檢視它 那首先當然我們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以現在目前的目標 再生能源大概六十七十左右 其實我們都覺得還可以再更新進一點 可是中間一定有很多的事情還需要去努力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從這個社會面 來去看這些事情 那當然還有目前我們看到 好像比較專注在太陽光電跟這個離岸風力的這個目標上面 可是其實老實說 因為時間到了2050年 如果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那再生能源當然現在是太陽光電跟離岸風力比較成熟 可是過了這個 以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其實看到台灣的這個低熱發展 已經在開始起步了 那未來像海洋能 像剛才老師也有說 其實我們需要更多的這個基載 或者更多的這個生殖能 這個部分看起來又似乎保守了一點 我們到2050年 還只靠太陽光電跟離岸風力 感覺就對於這個多元性的再生能源發展顯得就是不足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希望 包括還有小水利 它其實就是散佈在非常多 台灣在有核能發電之前 其實也是仰賴小水利 所以它怎麼樣能夠讓更多的分散能源 小的這個社區發展 其實都其實應該把它納進去 好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知道 在推動這個淨零的路徑上面 其實也是一定要去面對 現在目前的這個社會上面的問題 包括我們其實有看到 比方說像這個立威風場的這個案例 它就已經拿到了這個 它已經就拿到了這個核 就是這個多少的這個開發的這個量 可是還被被否決掉 就主要就是說要航港局是因為有這個 廢安的這個危險 可是這個理論上 就是以一個政府的角度來看 它應該是提早告訴你 而不是等到可能是 國外的投資可能已經20億下去了 才說對不起這樣不行 大家可以去想像這件事情 台灣現在因為我們在離岸楓利 它雖然是我們非常仰賴 從現在到未來 很重要的再生能源的來源 可是呢 如果我們非常多的這個 現在目前還在學習曲線的很前面 那現在非常多的這個 不管是技術或開發 都仰賴非常多的這種 國外現在的這個歐美的 尤其是歐洲的這些開發商 可是大家會去看啊 看台灣我們在政府上面 在這件事情上面 跟現在的一些歐美的這些先進國家的 政府的這個規劃的這個效能 來決定他們是不是未來要投資台灣 因為這個 其實投資台灣的這個 離岸楓利其實從前面在開發之前 大概就要投資大概三五年的時間 那你如果說還要再去經營這個 封場的話大概還要再是25年 可能後面還有維運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吸引國外的 開發商來投資台灣 少說要投資個三五十年 然後投資的經營又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政府的效能以及有沒有競爭力 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覺得說 那時間在過去可能我們真的很急 就是那個學習曲線很陡 趕快就要看到這個成果 可是因為有了2050這個路徑 我們反而要這個時候 就要去精進就是我們政府的這個作為上面 能不能夠去跟現在目前的 比較先進的這些歐洲國家 能夠更有競爭力 因為老實說 我說為什麼一直說競爭力 其實現在目前我們就看到非常多的 比方說蘇格蘭啊 韓國啊日本啊 都頻頻跟我們現在目前 台灣的這些開發商在招手了 所以我們其實政府要在這件事情 也要去顯得更有效能 好 那這個是就是一個中央的這樣的案例 另外當然就是在地方 比方說太陽光電 那在這個地方政府上面 看起來政府 除了就是去釋出標案以外 其實政府其實也要給一些指引 就是怎麼跟地方的溝通 就是這一些的這個指引 前期的規範 甚至是一些政策環評 可能都要扮演一些重要的這個的角色 能夠讓未來的開發商 他能夠專注在他自己的專業上面 這個其實也是蠻重要 當然在部分的這個溝通 當然是這個開發商會需要 可是政府如果能夠前面做 因為畢竟一般民眾 比較會信賴在地的政府 他比較相信說 如果政府能夠再做一些指引的話 對於未來的大家在開發這個地方 會比較有信心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之前我們希望政府在劃定 離岸風力的這個封場的時候 能夠給一些指引 就是告訴大家說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我其實蠻期待 這個就是在2050進行談判之前 請這個各個部會示出來的 可是這些劃出來的地方 卻全部都是不能做的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很多的這個各單位 不管是什麼交通部啊 航港區啊什麼 就是剛剛開始大家的想法 對政府來說 這個事情大部分的事 都是經濟部的事的話 那很多單位請大家來去劃定的時候 最好就少做 就是大家先說 把不能做的紅燈去畫出來 好 那我必須說 如果照現在現在這樣畫出來 不能做的情況之下 我問了一下現在目前的就是 現在有的這些開發商 他們說這個東西其實 如果照這樣畫出來的話 其實是達不到的 達不到預計的目標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我倒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個 其實這個 這次2050進行談判 有一句話我覺得還蠻好的 不要遺忘任何一個人 其實我想要接另外一句話 我們也不要遺忘任何一個政府 就非常多的這個 其實大概這個事情 如果只有經濟部來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恐怕就會非常困難 不同的這個政府單位 可能在這裡面都要扮演一些角色 可能就像剛才那個 那個 任老師說的 交通部啊 或者是像那個財政部這些 都不能忘記 其實我們待會兒再提一下 在社會組還有哪些部會應該要進來 那如果說現在有了20進林的這個目標以外 我們在請這些政府來畫設的時候 我們也期待有更多能夠去 規劃出共存共榮的一些方案跟機制 那期待也許可以釋出更多的這個可能性 好 那還有一些 當然就是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覺得兩個結構性問題很重要 一個就是政府的政策怎麼落實 第二個就是社會共識面怎麼樣能夠去提升 好 那我大概會針對幾個部分 就是政府要強化前期的部會溝通 跟整體的規劃 這個會是很關鍵的事 會關係到未來的這個 不管是60、70 可不可能達成 那當然也要去修訂跟落實相關的這個法規跟制度 然後還有就是說 利害關係人怎麼樣跟利害關係人 有比較好的這個溝通機制 然後有共同共榮的這一些的方案出來 比較可能讓這些的推動會更順利 那我們也覺得就是國家有針對我們國 因為離岸封了以後才發現說 哇 我們的這個海域有太多的這個資料 是對我們過去來說真的是荒洋一片 都非常不清楚 我們國家在這個時候 更要更掌握很重要的一些國家的基礎的這個資料庫 好 那有關於政府怎麼去強化前期部會的溝通 跟整體的規劃呢 在過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 甚至比方說這個再生電源是一個 算是一個新生的這個事物 所以對於政府來說也是一件 其實在推動的時候 大概過去也不是很清楚說 那我們在前期溝通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有一些可以讓大家參考 比方說英國的情況 它就是有一個皇家財產署會做一些劃定區域 完成政策環評 然後去處理一些開發的評估 科學環境調查人為衝突 然後還去諮詢了一些相關部會的意見 再去公告開發局 讓這個有專業經驗的這個開發商再來投票 大家就可以去確保說 前面的一些需要去處理一些事情 先把它完備了 那剩下的一些比較綠燈區的去做 就比較不會是現在的情況之下 好像就是 或者就是政府可能放著 讓很多的這個開發商跟地方 去造成非常多的衝突 其實這就是一個社會風險 跟這個時間成本的拖延 在德國怎麼做呢 就是在廠商投入之前呢 就會有一個離岸風電法 去做一些部會中間的協商 那荷蘭呢會有一個單一窗口 那完成這個長子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的作業 然後公告了這個標案 邀請這業者再去投標 那丹麥的做法它也是有一個單一窗口 完成長子規劃環境影響評估的前置作業 然後再公告標案 那在開發的時候就會知道說 政府在這個事情前面會做了一些相關的規劃 那對他們來說會比較有機會 那當然就是 另外就是利害關係人 就我們現在看起來台灣 並沒有一個利害關係人法 那到底誰是一定要在這個開發過程裡面 必須一定要不能遺忘的人 所以這些並沒有去定法的情況之下 有的時候大家並沒有那麼清楚 今天哪一個人的 哪一個人的這個 在什麼時間內哪些人是必須要去溝通的 所以會有一點不知道 就是到底該 不該遺落任何人的這些人在哪裡 好 OK 好 那另外就是有關於相關的法令 我們現在也會覺得是重要的 就是用電大戶的這個義務責任 現在目前看到這個再生的發展條例裡面 有關於用電大戶的規範 好像是5000K瓦以上 那我們看到2050經濟碳排也有這樣的相關規範 可是針對到底用電大戶 多大才叫用電大戶 現在目前是5000K瓦以上 那我們會覺得這樣子恐怕是不夠的 在一些縣市政府其實過去500K瓦以上 800K瓦以上就是用電大戶了 所以我們至少希望5000K瓦到2000K瓦到800K瓦以後 應該請這些用電大戶要提早因應 因為這是2050的這個事情 好 那另外剛才也有一些這個 先進也提到了 就是電業管制機關這件事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必須要有效能的這個 不管是以後廠網分離 或者現在的這個台電 其實都需要一個獨立客觀的 一級的電力管制機關 那這個其實在電業法裡面已經有 可是目前還沒看到落實 那就是大家不要告訴我說 能源局就是現在就是 因為能源局的這個職權是不夠的 那當然我們也同意 就盡快促成電鎮分離 活絡力電交易市場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最後 好 就是當然還有一些這個國家基礎能量 叫比方說文化部針對我們海岸下面的這個 我們的水文資料的掌握夠不夠 還有我們的什麼漁業啊 生態的這些資料 是不是都掌握在我們國家 是不是有科技部能夠有這些資料 現在看起來都沒有 現在都是委由開發商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覺得其實蠻危險的 那當然就是有些基礎設施也需要去做 因為如果沒有基礎設施的話 只是在發電端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然後另外點價合理的話其實很多人有提到 我就不再另外提 不過我現在要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不管是教育部或者公務人員的綠能知識 或者跟厲害關係的對話機制這個部分 恐怕也是另外一個社會公司面需要去重視的 比方說以教育部來說 我們都知道其實大學也算是有點大戶對不對 可是好像對於這個一些就是在整個這個教育體系裡面 針對這個綠能的事情看起來的推動很困難 所以我們覺得教育部在這個裡面 其實也應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個是對於這個提升社會共識 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到底為什麼要205精靈碳排 為什麼要能源轉型 那我們會建議科技資訊師 他必須要去統籌各級學校 哪個學校如果能夠成為第一個R100 在國外已經有了嘛 台灣還沒有 有哪一個學校能夠去先發起說 我要邁上R100的這個目標 我就覺得那已經是非常棒的事情 那當然可是就需要教育部的一些的獎勵機制 那當然我們覺得現在目前其實綠能 是非常需要跨領域的 因為綠能需要非常多的人才 可是現在大家對於綠能的這個學科的想像 還比較停留在這個科技方面的 那對於這種社會方面 不管是法律啊 政治啊 傳播學院 其實都非常有語言 非常多的人才是需求 可是現在目前還並沒有被建立起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即使是現在畢業的學生 早一點讓他們去建立一些 鼓勵他們去做建立一些綠能人才 實習的培訓計畫 能夠讓他們去了解說 我在不同的科系那裡 我加了一個什麼學程 就像以前那個教學 就是那個教學的那種師之教師學程 那樣子可能也可以 那至於宗教師跟國教署呢 就是現在的老師都說 現在國家要綠能 可是我們老師都不知道 到底怎麼去精進 所以我們也希望趕快 國教署把綠能 納入教師精進的計畫裡面 讓老師可以每個禮拜三下 滾動式學習 那當然現在就是因為那個 各校的中小學都有太陽能板了 因為那個冷氣的關係 可是沒有幾個學校 我問過了 就沒有幾個學校知道說 我裝的這個太陽能板 到底跟我們學校的環境教育 跟綠能教育有沒有關係 沒有耶 我問過 我跟他們說 那你們的這個學校的太陽能板 那你們現在看到什麼 他們就知道說 我每年回饋 不知道是十萬二十萬或三 就只知道這個以外 其他都沒有 大家不覺得很可惜嗎 其實那個其實就是最好的環境教育教材 可是沒有人知道怎麼使用 好 那另外就是終身學習司 也可以做點事 因為終身學習司就是一般的公民 就是終身學習的公民教育 所以是不是能夠透過這個終身學習司 鼓勵各個社區大學 去推動一個綠能社區 這個也許是一個奠定這個公民意 綠能意識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有一些機制能夠 因為公民很重要 是我們國家的共識技術 所以去研發一些設計綠能環境教育的終身學習課程 這個我們覺得有太多的這些 整個我們台灣的綠能教育知識體系 都應該被建立起來 好 這個大概是以上的一些建議 總結就是我們覺得能源轉型 需要各部會的共同承擔 靜靈轉型需要全民的社會共識 這是以上的分享 香港事庭 927-22 香港事業lists 香港事業覽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